那么佛在经教里面告诉我们 发菩提心一向专业 以及在往生阵营里面教给我们 修十三叶 十三叶讲得很清楚 又给我们讲五年门 天秦菩萨给我们做榜样 那依教奉献的都市顺利 真供养 那么在外对外 洪湖建筑 这是真实的大供养 我们真供养要不要现出来 现在我们碰面的遇到的机遇 可以说是无比的殊胜 别人没遇到啊 我们所遇到的 是佛法 灭念 从往极绝的 边缘呢 在这个时候 我们能把佛法救起来 把佛法传下去 这个功德 超过任何利在祖司 这真的不是假的 祖司没有遇到这个缘 遇到缘他会修 我们遇到的 有这个缘 要真正发行 学弃弃生命 无所谓 我为护持正法而死 知道 死了 决定到极络 知道 怎么知道 我们发行 佛菩萨加持 祖语言陷阱 如果没有祖语言陷阱 做不成功 你虽然有心 离不足 在心有余 而离不足 没帮手啊 今天我们遇到缘 我们相信的缘 不是偶然的 众神的愿望 三宝的价值 否则 哪有这么殊胜 不得